欢迎各位同学,大家晚上好,欢迎大家例领我们的晚会,很高兴地站在这里作为波士顿亚美联谊的代表,对今日晚会的成功表达最诚致的祝福,谢谢大家。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所属的组织,波士顿亚美联谊会,这是一个创建于2010年,吸大了波士顿工商的一个界级,结出人才的非一名组织,同时,我们也是拿州第一个被州政府授予专属法定节日,亚美日的华人人,每年九月我们都会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公园内, 举办规模盛道亚美日活动,以精彩的舞台表演和琳琅满目的展位餐队,向所有人展示我们波士顿亚美社区的繁荣。 大概五年前,我曾经就坐在这台下的门会者,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游学生参加一场活动,同时也是中国学生会的一员。 当时我没有预想到,五年以后我会是怎样的人,会拥有什么样的身份和职业。 当然,我肯定没有想到的是,作为一名IT专业的学生,我会成为一个博物商,更会成为亚美贵一名, 以至于可以在今天成为连接各位同学与华侨前辈们之间的桥楼,为中美民间的交流做出明博之力。 可见,作为青年学生,我们的未来是无可预测,有无可预期的。 今日我们消一单识,经历了种种困难,完成了这场门会。 明日我们也会踏平更多的坦克,耐强预置而又多次的未来。 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会留在海外拼护,也有些人会选择回到中国。 我对面的人也许会有点更多的坦克。